要展現一下你這件泳衣的厲害喔 那泳衣中間挖空 然後挖得有點高 所以你只要角度低一點 就可以看到很厲害的東西 看到了嗎 大家好 我是噼噼噗噗 現在已經是九月的月底了 夏天已經快過了 所以大家剛才有看出這邊很像什麼嗎 不覺得充滿海道風情嗎 沒錯 我來菲律賓抓住夏天的尾巴了 噢噢噢噢噢噢 當然也是因為最近真的是看到超級多朋友 在那邊浮潛啊 潛水啊 然後看了就覺得 原來大海是這麼有魅力的嗎 所以我打算也來體驗一下大海的魅力 我現在就在菲律賓的薄荷島 要來學習浮潛跟潛水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就是 上午的時候要先去浮潛 下午就去潛水 是不是有點緊張啊 也沒什麼好緊張 我跟你講 我小學的時候是游泳校隊的 OK 那我們就換裝去浮潛 我去泳校隊的專門 我現在在我身上,我其實都要有一些 你不能在那裡 我待在那裡 我待在那裡 那我們現在在那裡 快快快快快快 我逐人家裝我好多拍一點 因為等到待會兒 我就念大暴汗 大暴汗完之後 然後也要再下去水裡面 反正我下午就不會擋那樣子了 到海邊了 全風破了 你現在快去出去喔 我先來了 結果很淺喔 淺嗎?沒有很淺吧 我們第一個行程呢 就是現在第一個早上 浮淺 原來浮淺的深度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可以走的 沒有啊這個好像是比較淺的 是嗎? 這個高度是非常好的 我至少可以好看到 呃... 好看到下午嗎? 我現在早還行嗎? 聽不懂這個島叫做 處女島 好冷 直接溼了 這個還是要閒喔 耶 難怪我會想說我們浮淺沒有教練 這個浮淺要教練 我就走在上面就好了 因為這邊真的有點太淺了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有什麼 待會兒能拍給大家看 然後不勸各位 來飛越兵一定要帶墨機 不然呢有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我現在就有點眼睛了 這是歐洲菜 太爛了啦 不行啦 檢討 檢討 要展現一下你這件泳衣的厲害啊 這泳衣呢 中間挖空 然後挖得有點高 所以呢你只要角度低一點 就可以看到很厲害的東西 看到了嗎? 喔~~~~ 臭大的 是嗎? 那邊 是嗎? 是嗎? 我們現在要先吃午餐 因為他們說待會兒潛水會超級餓 所以呢一定要先吃一波 而且剛才大家都開始喝起酒來耶 他們說如果在水裡面吐的話呢 就是雨會游過來 你會看到很美麗的景象 開玩笑的 謝謝 茄子 超辣 這個很辣 要吃一口半 茄子 好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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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剛才上午已經浮潛完了 啊所謂的浮潛呢就是 浮在一個很淺的水那邊 所謂的跳島就是從這個島然後坐船到另外一個島 但是必須說一點 處女島呢是因為現在好像不是漲潮的時候 所以才會那麼那麼得淺 好啦那基本上上午好像就沒有 體驗到什麼大海的魅力 但沒關係就是希望下次大家如果有機會來的話呢 就可以漲潮一點 這樣大家就可以真的體驗到浮潛了 我們現在呢 就要來學習潛水啦 我要跟大家說一個超級厲害的 因為其實菲律賓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口音 然後呢我當初想說啊 我怕我弟不懂他們的英文在講什麼 所以我找了一間 是台灣人經營的潛水店 師大畢業的尊嚴呢 阿滴英文的弟子 我跟妳講不是這樣 身為YouTuber就是要來幫大家探勘 好了…很快 OK 那我現在已經拿到這個神器了 這個呢就是潛水用的防寒衣 那我現在就把它穿起來 這個泳池畫面 它超緊的 來菲律賓吃得不錯喔 對…這個嘟嘟 都掉出來了 這個嘟嘟嗎 不行…被你掉出來了 剛剛幫大家磨福利 再見了 福利 福利熊 瘋衣 教練好 那我首先會先得到的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是千塊 也叫配重 通常為一公斤為一個單位 就是一公斤 我現在是做敵克家族是不是 沒有四顆是四公斤 抓緊喔 不然找到腳會痛 哇 然後… OK 老實 講中文今天太好了 慢慢走下去 我來了 喔 女生要把那個瀏海綁起來 就是不然的話 那個蛙筋會弄到頭髮 現在長那麼醜是可以的嗎 那些自由潛水是不是都很漂亮 我現在什麼糖頭 不要 手可以穿進來 對 好 來 它可以放鬆 它可以把它放鬆 絕對不是你太… 是… 我們今天玩了體驗潛水 由教練全程帶著學員下到水下 那由教練去操控這些裝置 那學員只要咬著咬嘴 做呼吸的動作就行了 像這樣 對 然後嘴唇包緊 好 牙齒不用處理 只要嘴唇密合就好了 嘴巴用力吸氣 吸…大力一點 大力吸…大力吸… 好 唇嘴吸 嘴巴吸 嘴巴吐 OK嗎 一 身體重心往前行 一 二 三 下前 帥氣流 一學就會 對不對 當然 算不錯 對… 整個工作 學程完畢 準備去沙丁魚海 待會呢就會跟一起用沙丁魚游泳 好 我們出發沙丁魚海 整個發沙丁魚 哇 超漂亮的 陽光沙丁 沒有比基尼 這邊是哪裡啊 太美了吧 這邊這個區域叫Napolin 就是沙丁魚風暴 沙丁魚群比較常出現的位置 幸好不是鮭魚 不然我也… 一口一個 嘿嘿嘿嘿 在海裡大開沙街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我們要出發了 耶 啊啊啊啊啊 沙丁魚 每個地方都可以這樣吃 如果有些益 很好吃 見一口一口 吃好 有餅 老頭 吃好 我吃的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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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太多海水了 我覺得我們也一定會水走 這就是大海的魅力嗎 這個館還是需要很需要練習的東西 這絕對會瘦吧 這真的會瘦 吃東西 這是新拉麵耶 我是已經10年沒有游泳了 剛才教練說 如果我的狀況很好 他說通常游得好的人的狀況是 大脊弱餘的人才能游得好 教練就說年紀越大之後 就會越來越多顧慮 所以如果要來千歲的話 真的就是年輕人的我來做 你就會什麼都不怕 然後直接下去 但我已經20歲了耶 難道我還是個小孩嗎 其實我原本想做一個創作 就是在水下要游 我小孩就是有一個地盤的感覺 就是我倒死你了 所以我就剛才到下面的時候 那個景象真的是漂亮 讓你會有點忘博 就是很多的山魚角 然後很多魚在你旁邊游來游去 你就可以跟那些魚這樣玩耍了 好 其實沒有辦法玩耍 我想要去摸牠的時候 牠們就跑掉了 可能牠看到有人想要 我要吃你的感覺 對囉 我們現在要來騎馬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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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好 好 GO 我的名字是Nova Nova Sir Nova 畫它在邊邊 它在邊邊嗎 你很棒 好可愛喔 哈囉各位 這個就是薄荷島的魅力 有超級棒的海底游泳 碳陷潛水 然後呢還有這個夢達拉 你去夢丁啊 夢達拉 海灘可以騎馬 如果你真的怕水的話 所以呢 薄荷島其實超級多活動可以玩的 然後重點是這邊還有非常非常多的按摩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按摩魔人的話呢 真的是一定要來這邊 好我會拍一集專門介紹 薄荷島當地大家最推的按摩 會開箱的 那各位 如果你小哥我一樣 抓住夏天的尾巴 那就一定要來 薄荷島 又便宜 又有很多好玩的 然後吃的東西呢 其實我個人也是覺得還不錯 我們同心的所有人都沒有拉肚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 是不會到網路上講那麼誇張 好啦 就推薦大家來薄荷島 然後呢一定要找那個 如果台灣人 如果你不太會英文的話沒關係 一定要找 我們做的是雞蛋花明書 以後台灣人直接用中文講解給你聽 超爽的 直接直接省掉那個翻譯時間 好啦 我是冰冰冰冰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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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謝謝 我